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,距离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电话民调只剩不到两个礼拜,市党部主委严纯索今日也请访基层清晨站路口,下午车队造势,晚上徒步拜票,希望在最后的阶段发挥到最高点。 严纯索表示,他用12年深入台南每个角落并提出100部政策影片,不打高空只求达到各区市民的需求,唯一能无逢接鬼赖清德所打架的基础,这也是担任市长必须具备的条件。 针对近来的党内互打,严纯索强调,希望党内同志能以政策面为主,提出政策让市民检验,不过对于党内初选民调办法,严纯索表示,他昨天也提出有参选人违反规定的具体证据, 希望中央可以对于目前浮现在台面上的各项弊案,以及选举民调企图误导选民的做法,做出深入的调查与处分,给党员以及台南市民一个交代。 另外,严纯索指出,他应参加公职选举,遵守党部规定从昨日下午开始请假,直到初选结束。